你妹妹我买的本子 本子是和我两子 我妹妹买给爸爸的 她说让她学习写字 对啊 对啊 可以啊 这样不会老年时代上 还可以 哦 写那么多 写多还是还有 还有 哦 对对对 坚持学习 坚持锻炼 哦 我的天呐 看 嗯 喝点茶哈 嗯 喝点茶 这个是台湾的茶 还要让我看 嗯 哦 写好多 哦 还要写毛笔字 哦 还要写毛笔字 听到没有 鲁冰勋漂流记 恳求和朋友们的劝阻 我的天性似乎 注定了我的未来的命运 我父亲 这太多了 看 爸爸的故事 然后爸爸的心声 他这一生的什么 我天呐 这写太多了 提醒我只要用心观察 就会发现社会上和下 哇 写这么多 哦 写那么多 看 太强了 嗯 看 没想到哈 他要讲故事了 爸爸要讲故事了 这是我亲自经历的 亲自经历的 亲自经历的 我吃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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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你觉得的话都很震撼 很震撼 很震撼 好了 这些我要收起来 作为一个保存 论死亡什么 不敢看了 说实话 不简单了 我还写这么多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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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六十年代 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嗯 那我的时候 就挂一下 就说土地 嗯 就说土地 过了 过了清理过后 我们叫做农生人的户 是吧 嗯 我人生上队 他终于回来 过来 我走许多个户 那 土船 在那边 是一个女的 在生船 嗯 我终于他招手 我撑过来 撑过来 撑过来 我单撑 单撑 那时候 他给个户 他就说 哎 单撑要跪些 我你撑过来嘛 我多给你钱 他就撑过来了 嗯 撑过后 那时候 我撑一个户 要两个钱 撑到活动了的时候 他又说我要钱 我说没钱 那那那那那那我说 我用船 我上砍过后 我就 我就逮给你 嗯 上砍过后 他又说我要钱 我说我没钱 我你撑了他 哦 他就给你钱了 我们这个工夫的嘛 我们是要要要 要交生产队的嘛 我说我拿 我拿去你 你给你嘛 在那个时候 米的话 在那时候 非常困难的时候 米是六九千一斤 非常困难 我是非常区乏的年代 嗯 嗯 我说 我那米干嘛 他不要 嗯 他说我要钱 他说我们正公司 你说在那个时候 人家的话 一口六口 一口六口 他一听我们的真正 那时候 有个大爷 那时候 又跑过来 嗯 大爷有 六十多岁 嗯 我慢跑 跑过来 用三十十代 三十代 我一听大爷说 我没有钱 我从大爷的时候 帮我住过来 那时候 我把钱给他 我拿去米给他 嗯 他那时候不要我的米 大爷家的时候 就想了一下 走嘛 走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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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走 大爷在当时 他也没有问我要钱 嗯 在这时候嘛 他就跟我做 在周农汤那个那个 城中的时候 大爷就跟我说 他说 哎小伙子 你那么远 你把米卖了 再给他钱 哦 不是给他钱 嗯 你把米卖了过后 你赶紧回去 嗯 免得人家 只要是时间也不早了 嗯 那这怎么 我对吧 我想大爷说话 说得对 我去一个美环工人 那时候 买了个两斤米 他有斤米 他都买不起 你看 嗯 对于你身上有三斤米 哦 有三斤米 我就拿了 那个像你那个大爷 生死不要 我说你帮我住过去 我差别钱 那个月是他的生月 哦 哦 像你以后的补上两句话都不要 他不要 嗯 我说他不要 他说 我现在不住你 后来你哪个来住我呢 哦 天啊 太好了 这句话说太好了 但是用天气不早了 大爷子 我们也陪着 他已经快走了 可以挡到车了 嗯 但是我就 夹回去了 那时候 嗯 但是我走的路上 在这时候 这样一样还是干个车 嗯 过来过后 又在那年子的下半年 就打完过后 嗯 我又去说土地 我又去我们师父去做 嗯 但是我走到他们那个地方的时候 好像想得非常荒谅 嗯 那年子的这个气候不好 经常下雨 那个草地的话 家这时候 就得来 墙一堆一堆一堆 就得好象 都整了草了 好像 就像做个坟地一样 嗯 我当时家这时候 哎 我就是这个海 吧 想得非常荒谅 就是 就是墙一巴巴的 它就得墙的你晓得吧 嗯 嗯 我说我就慢慢慢慢走 我就碰了个 大爷 那草叶就收起来 大爷是 那老大爷 当时他摆在脑口 嗯 他脸上的话 就像是 嗯 就浮像中那种 这个无可奈何的 人的味道 嗯 他说了一句 天老爷对我们不公 哦 好像 好像非常凄惨 嗯 那个年代是 太重了 嗯 就是 他心中 他心中 他非常匆匆 嘴巴分到几块 看他好像有些 办一样 也要办一样重要的事 嗯 非常匆匆 我好像给什么 但我就是了 那个 就是那家人的事 就在那家人 独传你那家人 那个大爷是好多啊 我跟你说嘛 但是85过后了 嗯 我还买了 像这时候 那个 那个 鱼鱼鱼 我 我跟那大爷 买了十个鱼鱼鱼 哦 那个时候 那管钱啊 嗯 差不多 嗯 我想那大爷太好了 嗯 我刚买了 乳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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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说 嗯 他用我说这一句,他说不说,你走进去,你去除了去 我去的时候,我看了大爷的凤子的时候,这一片都打下了,断了,好像是烂了 我一看了一个娃娃的话,听说这是门槛,很像起的门槛来坐着 阳光带一带,很瘦的,我说你一个人在这坐着,他听了我眼,他没打听 他说我感谢我的娃娃,我跟他,他打得不不过,他有大颗大颗的,开窝了 我说兄弟,你慢个吃,你慢个吃,你慢个吃 我说,我一看了那个大爷,他睡着了,睡着,睡着了,我一看了大爷,睡着了,睡着了 睡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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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着了,睡着了,睡着了 我大爷,你打着了,他睡着了,睡着了,睡着了,睡着了 他想不起了 我大爷,你把我坐过来的,我睡着了,那他睡着了 哦,想一想,那时候,亲一米的时候, 哦,你的手下,那时候,没钱收穿。 不然,我把你做完了。 马上,我把那时候拿了, 我顺便拿了,我顺便拿了, 哎呀,你看,你还想得起我。 嗯。 哎呀,我咋想不起你吗? 嗯,第二岁只能当庸泉相报。 哦,就是我拿了, 他也窩了哈。 他也窩了。 他也在家的时候,咬完, 那跟我咬的水来,窩了沸, 但是我看家的咬完家的时候, 就拿给他们一家, 但是又睡着了一家的时候, 我的手下的时候, 又把他抽起来, 看他喝了不散。 抽起来的时候,哎呀呀呀呀,哎呀呀, 哎呀呀呀,我感到。 我说,你不是无法喝的吗? 我想这样子嘛, 我就把牛干留着。 嗯,听说的,他这样的水下就嘛, 我家这一家, 把牛干留着, 他又靠牛干。 他又喝了, 他又喝了, 他就喝了。 去喊你, 去喊你姐姐回来。 哦,去城川那个女子来。 我都结婚了,他那时候就跑去跑去叫他们结婚了, 不得好,他们结婚了,后来就带了个男人回来, 那男人的话,那个衣裳虫子就补了,背上那片全不是补的。 补吧哈? 这衣裳虫子就补了这儿,你看。 你看,这衣裳来上那里有句话,最后我找到他也没说过句话。 可能是衣裳吧? 不是衣裳吧? 不是衣裳吧? 天呐,这衣裳臭病苦恋了,这衣裳又不能灭, 这样他就把个膏子去家里长,做了几个木木。 他和我大学的大学年,你吃木木嘛。 我现在,我的高粱真的应该是不大好吃。 高粱? 嗯。 看着我不大吃,他就大口大口吃你了。 那个,他那时候去拿木木, 其他人也吃的时候,他们也说,哎呀,他大用点。 你看一件小事情,你眼睛都还记得美, 他非常赶紧我。 嗯。 我一年的时候,我一学超多了。 第三次了? 嗯。 嗯。 尤其看他们那家人。 嗯。 我又做了个锅子,但我现在做了锅子。 嗯。 那时候,我也明白他,啥都明白。 拿不完钱了。 嗯。 嗯。 他那时候,你做得好,我没有哄容他。 嗯。 他没打风了。 他给我们把这个热号。 嗯。 现在就是做坟地。 嗯。 坟地上,都已经整完了炒。 嗯。 我大学,大学不在了说。 嗯。 哎呀,好人啊。 天哪又不公。 他又说过天哪又不公。 你看。 哎,不。 哦。 停电了。 停电了。 我们现在到外面来,把这个故事继续讲完。 我看了一下,房子一地方都倒塌了。 我又有两个大人。 他还有个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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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打我,但我走了。 嗯。 那是走点路上的事。 都好像有同样的那种表情。 你也是,那也是啥原因。 我好像都有同样的那种表情, 那种臭迷苦恋的那种表情。 我总觉得那些人气哈。 嗯。 社会的压力。 嗯。 和这个这个生活上的压力。 嗯。 我总觉得他们都好像想了一些麻木啊。 嗯。 我有时候,我说,我都还想这个问题。 嗯。 我都还想这个问题。 这个故事就这样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爸爸年轻的时候 经历过的一段感人的故事 和他看到的所见所闻所感 就是这样 在他心里面就埋藏在他心里面一辈子 就是说现在已经70多岁了 但是20多岁的这段故事一直埋藏在心里 他今天很高兴跟我一起分享 也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吧 我们期待爸爸的下一个故事 好了拜拜